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7月29日有一宗新闻 就是MIRROR的演唱会发生意外之后 我们的焦点视频,我本人,Mag Low,也出了几条片 然后就从一个以前曾经是从事工程的角度 去讲究竟这个意外的真相,或者那个问题是出自于哪里呢? 出了几条片之后,得出了几样东西 第一,有一些观众,网友,其实也有一些留言 都很想再知道,究竟工程界有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涉事的 演唱会的dancer 当时有联署的23位之一 一位dancer 他有联络我,也有问及到再多一点的内情 我也给了一些资讯 不知道能不能帮忙 当然,我所说的内容 不一定是完全是真相 因为第一,我从事的是土木的工程 土木工程就是一个很大的地盘 周围都是烂地,和舞台的工程始终都是两样东西 但是 在我自己过往的经历,我自己涉猎的范围 始终都涉及安全 和工程的一些合约的问题 所以 我会给到一些 资讯 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听 但不喜欢听,我都决定继续做了 因为呢,我之前在YouTube的社群上做了一个意见调查 给了几个选择给大家去选择 究竟如果我开一个 工程的专题 大家想听些什么呢? 都选择了几样的了 坦白说,第一就是工商 第二就是 古惑的工程 还有第三就是 出息的大判 大家知道什么叫出息 当然有个引号 还有第四就是有项出,没有粮出系列 基本上这四个范围 我都很敢说 就是香港工程界 会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就是他们的 所以 以下来的一个小小的专题 就会和大家分享 可以续续这样讲一讲 坦白说 我自己 我在这个 2013年2月21日 第一天 从事 工程 从事这个土木工程 第一单 有份参与的工程 就是这个沙中线 合约109 就是在这个土瓜环和指导宋皇台这一带 我主要是我们做一间的水务的 议判工程公司 因为我自己 从事工程 由这个 刚才所说的 2013年 做到真真正正 基本上 完全把脚抽离的时间 是2019年 2019年 我想年底左右的时间 这边有接近七年的时间 在这七年我自己是从事什么呢 因为我去 参与的工程公司 它是一间 议判的水务工程公司 坦白说 从事了七年之后 到今时今日 其实在工程有多一些 范畴 或者工作 其实 我自己也不太记得 所以你说 会不会再 重新去做 再去参与工程 在这里这么说 机会应该微一点 坦白说 因为没什么机会 再去参与工程的时间 所以呢 不妨可以 将多些资讯再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 坦白说 有些内容 都不完全 是会 将那些名字 那些东西公开的 因为 有些是 牵涉到一些 法律程序 有些甚至乎 犯法的东西 所以呢 不能够完全将它公开 但是 在一个 吃花生的角度来说 也会跟大家 一一美美道来 这个系列 会长做长有的 因为香港的工程 是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嘛 对不对 而我自己 我是一家 议判的工程公司 安全的范围 我有涉猎的 那么 这个QS Quantity Surveyor的工作 我有涉猎的 写字来 行政的工作 我有涉猎的 看工程进度的工作 我有涉猎的 那么 议判没办法的了 议判通常都是这样的 一人做几个角色的 老实说 所以就有机会 就是因为这样 而学到很多东西 只能够这么说 那么第一宗 会跟大家 想去讲一些什么呢 就是 既然最近 这个MIRROR演唱会 是一宗意外 大家都很不想看到 意外 一定会产生工伤 在工程的角度来说 我刚才也说到 我自己在2013年的2月21日 就是 第一次 真的 参与一个工程 当时就是入职 OK 大概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记得在五月的时候 我已经人生遇到第一宗工伤了 就不是我本人 在我面前看到 那宗工伤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到 新闻 或者是搜索一些报纸 是可以看到的 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我不会说假东西 作一些故事出来 我不会 当时上班第三个月了 在这个沙中线 旧叫沙中线 现在叫团马线 当然我觉得沙中线好听很多 团马线就 我总是想起团肉 或者团骨 团黄 之类的 就是 这样 好了 当时那宗是什么工伤呢 就是 我记得大概是 临收工的时间 大家如果看到 就是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的 落石屎 落一些的石屎 这样 就会有一些叫田裸车 那田裸车你会想象到 把一些石屎 倒进去那辆田裸车 然后转下转下转下 那辆车 为什么要转呢 它不能停的 在它运送的过程中 它一定要转进去 不转就大难了 不转的话 那它就干了 干的话 那些石屎都在里面 谁弄出来的 对不对 我俗称叫 瘾 瘾出来 好了 这些石屎在运输过程当中 就在那邊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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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現場的時候 那又怎麽拉出來呢 拉出來後面 大家會看到有一個我俗稱叫鴨舌 那塊鴨舌就是它會反下來 反下來的時候它就形成了好像一條槽一樣 那之後那些碩屎就拉下來 就是一路轉轉轉轉轉轉轉下來 那之後你想那些碩屎拉去哪裡 那邊向左向右向高向低 只要動那條我們俗稱叫鴨舌 那條叫槽 那就可以控制到那些碩屎拉 但是用這個鴨舌呢 在行內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 記得只可以一個人搞 就不可以兩個人搞 那這宗我親眼目睹的工商意外 就是因為有兩個人搞 所以在我入職第三個月 這宗工商就在我面前發生了 我告訴你 當時這宗工商距離我只有十米 我看著 我真的怕到腳都震了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那話說有一個尼泊爾的工人 正確應該是兩個 兩個尼泊爾的工人 當時他們下碩屎 那碩屎車到了 準備下碩屎 準備下碩屎的時候 準備下碩屎的時候 嘩 大家可能因為都準備 想收工 那就很心急 很心急 想趕快收工 所以可能就不記得了 鴨鴨子可以只可以一個人 那 在他們將那一塊鴨蹄 返回那時候 大家也知道 因為他們一定是站在對面 所以 所以有时对家的人的手放在哪里 他们未必看得到 未必看得到的时候 如果对方正正把手放在鸭腿里 而另一个人看不到 一旦反过来,那块鸭腿你不要以为轻 其实那块鸭腿真的是一个铁片 而他因为要乘重 那些石屎一路拔下来的时候其实有重量 所以那块鸭腿不是轻的 不是轻的时候也有点重量 而且很骯髒 如果对方看不到 而你的手放上去 一旦反过来,你猜下一步有什么后果 下一步的后果就是我看着 当时我和该驾驶的石屎车的距离 大约10米左右 大约10米左右 一旦反过来那一刻 我已经听到大叫一声 然后就有一只手指在我面前跌到地上 当时入职的我只有三个月 我怕到脚都震了 首先坦白说,这不关我事 该过落石屎的工序 就并非我们当日的工程来的 我是纯粹学习,看的 但是也在我面前发生了 整只手指跌了下来 当下我未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些东西跌了下来 直到他大喊 连有东西跌下来 然后他掩住了一只手指 我才意识到 不那是吧 那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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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个月 然后你看到他的手指在你面前跌下来 还不怕 然后就立刻走了 然后呢 就 现场我知道了 那些叫管工 科文 安全部 哇 立刻全部过了 大家可以上一些 如果可能是Google 可能你还能看回这一宗新闻 是非常之震撼 就是这一宗的工伤事件 是我从事地盘 的第一宗而已 就是地盘是经常都会有一些受伤事情发生 当然了那些受伤可以是 很轻或者可以很重 轻的可以是弄瘤了 我自己也试过 或者甚至乎刮到流血 刮到流血而已 也试过 但是当然了 他就更加厉害了 整只手指没了 OK 据我理解 该位是尼泊尔人士 当时 这件事情发生了 当然很多人都吃花生 很多周边的人都吃花生 我听他们的谈及内容 就说这件事要赔钱的 怎么赔法 什么叉叉 又说那个尼泊尔仔 可能20多岁 哇 有时间赔 这件事 没了二百三百万都没走鸡 我听到这些资讯 那最后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一只手指换二三百万呢 我大概可以告诉大家 第一 视乎你的年纪 第二 视乎你哪一只手指 第三 视乎医生的评估的报告 你因为没有了这只手指 你有什么后果 要视乎这三样东西 然后再去断定你的金额 不过 以刚才所说的二十多岁来 港澳的手指 二三百万呢 是差不多的数字 我先强调 我将这些数字搬出来 并非鼓励大家去 从事工程的你 去产生一些任何的工商 因为始终这些是一些很痛苦的事情来的 这些数字先这样说 戴个头盔 都是我的估算 和现场的人士的估算 真实是否二三百万 可能还要左扣右扣 不知道 但是 理论上的数字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这一单第一单的工商 就已经展开了我 未来的几年 再不停见很多工商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经历 一只手指 在你面前跌下来 是真实是很恐怖的事 我告诉你 所以 对于这些工商事件 真的 大家都 很不想见到 我们经常都说了 其实做工程 是很 很多人会害怕的 你随时将你的命 放在工程里 所以呢 最重要 大家都要小心 免得 再多些意外会发生